可是我会做一代币吗 之前的分流之术可不是板上 在踏动不刚的同时 我仰手松动了左手一直扣住的手 轰的一声一道细细的雷剑直直的朝着张寒披露去 张寒陡然睁眼 仰手一个鬼头就放了出去 生生的扛住了这道雷剑 但那普通的鬼头也显然扛不住雷剑之力 烟消云散 这道雷剑对于张寒没有任何的杀伤力 但相对的 他的术法却不得不因此而打断 张寒愤怒的看着我 而看台上此刻爆发出了 我们战斗以来最大的惊呼之声 顺发术法 我的天哪 真的假的 难道 难道说他刚才那雷剑 我靠 他一定是动用什么秘法 让刚才那道雷剑此刻才发出来 各种的猜测不绝于耳 在大家好无准备的情况下 这场斗法竟然莫名的迎来了高潮 转瞬之间 分流的雷电已经发出了三道 而我已经顺利的踏到了第三步关键之步 第三道星辰之力 借眼而来 白虎归位 突的一声 喷出了一口鲜血 原本踏动的天地雨步已经是有些费力 更何况是分神而踏 已经微微的触动到了我的极限 这一口鲜血 显然是触动了看台上人们的神经 各种猜测之声 已经是分支他 大义也无非是 我是否能坚持到最后 能否踏出这真正的天地雨步 情况是有些糟糕的 我也不是完全的有信心 这最艰难的一步 还在分神的情况下 是否能踏出 可是我却不能退缩 我身后还有我的伙伴们 需要和我一起得到雪山一脉的庇护 张寒的术法 再一次被我的雷电之鼠给打断了 他的脸上已经出现了暴怒的神索 看样子似乎是想冲上来揍我 但是雷电的威力虽小 也不是能放任他冲过来 更何况这种巅峰之战 要是成了肉搏战 恐怕会成为圈子里最大的效果 所以张寒也值得忍耐 一次又一次重新掐动了引火之血 而我的压力也不小 分流的雷电在我手上就只剩下了两道 可是第四步的步纲 我只踏动完成了一大半 只因为分神 这已经是我速度的极限了 场中的对决 这无意中达到了一个精彩的进步 在场都是董航之人 自然能够感觉到擂台之上火元素是如何焦躁的在聚集 他也能感受到 我的术法也到了完成的关键 在到达最关键的第四步之前 五步 我的分流雷电 终于是用完了 而这一次张寒的引火之术 我再也没有办法打断 我只能是加快了步法 收回了分神那一小步精神力和灵魂力 全身心的就投入到天地雨步之中 在这之前 我看见了张寒那引火之觉掐动的行云流水 甚至比我掐动雷绝更加的迅速 我可以估算到 他会在我踏完天地雨步之前完成这个数 而我剩下的只有毒 因为规矩 我连啥虎也不能动 这是一场完全的能力不平 陈诚医 你真的让我惊艳呢 可是终究还是我赢了 在到达关键支部的前一步 张寒的声音传入到我的耳朵 我很自豪 我竟然能让一个如此波澜不惊的人 情绪激动到如此地步 无奈的是 我没有办法回应他 我正全身心的沉浸在天地雨步之中 伴随着花的一声 我感觉到一道炙热的气息就落散了泪 接着 看台上爆发出惊人的高呼之声 他做到了 平空瘾火 原呢 十船已久的平空瘾火 不管他怎么也来的是什么火 这一下子可足以骄傲扮演了 而在我此刻的眼中 擂台上的确凭空出现了一道火 接着 越烧越放 在张寒手决的指引之下 竟然朝着四周蔓延而去 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然后以惊人的速度朝着我包围而来 我的心中此刻是骨剑不拨 已经踏到了最后一步 最关键的一步 要引动星辰之力 对于青龙之位 然后四项一步 最终就会形成 但这一步 我迟迟不能落下 存私世界中的星辰 遥遥欲动 始终是勉强 我几乎把自己的牙齿咬出血的 而在那边 炙热的温度逼迫得越来越近了 张寒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陈诚意 如果你以为我只是引动的 通的火焰 那你就错了 我只要求你跪下 给我一句认输 亲自承认我张寒 是年轻一辈第一人 我就给你一个痛快和机会 让普通的火焰吞噬你 否则 我会在大火吞噬你的同时 引动来另一朵别的火焰 你是知道的 这火焰里有很多种 能把人的灵魂都烧没了 张寒不是傻子 在逼迫我的同时 手上的动作并没有停下 火焰的包围圈已经彻底的形成 现在以很快的速度 吞噬着擂台上的每一寸土地 朝着以我为中心的点 逼迫而来 只有十几秒 成一 加油 萧称前忽然扯着嗓子大喊一声 成一 快点把他收拾了 我等很久了 这是成心哥的声音 哥 你一直以来 都是我心中最厉害的 最最厉害的 这是惠哥的声音 接着 火焰们的声音 一个接着一个传 这是一种意志的传点 最是温暖人心 而人心就是最大的力量 我沉沉一做不到 我忽然弄好了一声 猛的一脚踏下 一瞬间 我感觉到灵魂的震荡 和心里急速的消耗 又是一大口鲜血喷了出来 但这就在此时 原本摇摇欲坠的星辰 忽然以极快的速度旋转着 轰的一步 上阳青龙位 四象归位 天地与步 四象之步 成 在那一刻 我睁开了眼睛 最后一道星辰之力落下 随着我的一声 震子 四道力量 焦香辉映 四象之牢再次在我脚下重现 而张寒引来的火焰 此刻距离我的脚边不足以 那炽热的温度 让我的衣衫都有得开始发烫 皮肤也感觉到焦灼 但我成功了 在那一刻 四象之牢成形 瞬间就锁住了张寒 原本还嚣张的不可一世 屹立在擂台之上的张寒 一下子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压力 忽然就跪下了 接着就是趴在我的面前 一动也不能动 他被镇压了 已经不能持续地输入灵活力 控火 火焰停下了 开始慢慢地变得弱小起来 我静静地等待着 眯着眼睛看着张寒 他的眼中写满了一种绝望的愤怒 在四象之牢的镇压下 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句 这时的看台上 爆发出战斗以来最大的欢呼之声 看台上 不知道是谁开始高呼陈成衣 陈成衣 到了最后 竟然满场都响彻了我的名字 我以为我不会激动 可是在这一刻 我竟然非常骄傲 不是为了我个人 还有我们老李一脉 尽管我胸口上的衣巾上 有着大口的鲜血 我的样子也非常的狼狈 火焰就快熄灭了 而在这时 一声冷哼之声从看台上传来 莫名地压住了满场的欢呼之声 喊 陈成衣上了吗 我说这场比赛是平局 有谁敢反对 伴随着那一声冷哼 一个张狂的声音 通过看台包厢里的扩音设备 从看台那边传 话音刚落 看台上是一片的虚声 比起之前我用分流之树 雷掘 未落的时的虚声 要大了十倍 此时的火焰已经熄灭了 擂台上清烟生透 让站在擂台上的我 视线有什么 而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我根本就没有心情 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反而是内心莫名的焦躁 因为白袍人老神在在的站在一旁 似笑悲笑 并没有任何的动静 张狂 你最好放开我 许师适应了四象之牢的压迫 张寒咬牙切齿 几乎是从喉咙里逼出了这样一句话 高傲如他 如今被压迫在擂台 想必心里比杀死他更加难过 我不是一个狠觉之人 当然是在他人不要逼我太狠的前提下 我和张寒只是公平一战 我对他也谈不上寒 所以他这样说 我是真的就想放开 在模糊的青烟当中 却传来了郑明依的声 你最好不要放开我大师兄 多享受一下现在的成就感 因为你后悔已经晚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皱解了眉头 却听见一阵夸张的破空之声 接着 一个身影竟然从看台上的包厢 击手而出 在空中翻过了一下 稳稳的就落在了看台之上 带起他风吹散了好一阵的经验 这是轻功 还是在拍武侠片啊 我那时候有些犯人 竟然下意识的想要在空中找到威亚 却被一个异常嚣张的声音打断了 我说是平局 你们都不服气是吧 现在我开始数一声 谁还敢去 谁还敢 说到这最后这个声音几乎是咆哮 通过擂台的扩音器竟然显得分外的刺耳 可奇怪的是 现场原本起哄的虚声 竟然就被他这样一句话压制 只有少量的声音还在继续 在清烟中 我还没有看清楚来人的长相 就又听见一声夸张的破空之声 没几秒钟就从看台上 传出了一声惨叫之声 在安静的会场是分外的刺耳 我皱着眉头转头一看 确实看见一个中年人 竟然从看台上 被一个身穿黄色汉服 满头白发 带着夸张的头饰的老者 生生的从看台上脱了下 因为猝不及防摔在了地上 所以发出了惨叫 我说谁敢 你竟然敢 你竟然敢 这个怪异的老头 夸张的大叫着 随即就对着那个中年人 开始是拳打脚踢 像结了街边流氓在打架 可事实上我发现 他的拳脚不轻 只是三拳两脚 那个中年人就已经 喷出了一口鲜血 要知道 修者的身体素质 可不是普通人能相比 能这样就把一个修者 打得吐血 可见他的手脚有多么重 一股愤怒 从我心底压抑不住的生腾 欺负一个无辜的人算什么 难道要让全世界都跟随他的生意吗 我还没见过如此霸道的人 诚心哥的话让我是心怀大畅 忍不住就笑了心 可我身后却想起了一个 更加嚣张的笑声 当然了 就是萧成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苏成心呢 苏成心 你这个狐狸男 最让我佩服你的啊 就是你这一张嘴了 诚心哥是怒瞪了回去 我们一群人同时开怀大笑 打闹之间 根本不把这些所谓的老家伙 就放在眼里 王口小儿 尽愁口舌之力 我不收拾你一番 也就在这一时 我们的身旁忽然又响起了 那咆哮的声音 还没来得及法 一个黄色的身影 就飞透了场 挥舞着拳头 朝着诚心哥就轰击而去 诚心哥是个四万人 显然被这样的方式 给惊了一下 我也来不及出手 就感觉眼前一花 接着一个激动之下的陕西枪 他就传入到我道 那时候你挠个锤子来 接着我感觉一阵进风扑面 然后是一声闷响 反应过来的时候啊 就看见惠根已经是挥拳上 一拳就迎上了 那个黄头老者的拳头 在电光火石之间 拳头已经是碰撞在里 他们的拳头 反复是交错了很久 但事实上 只有一瞬间 惠根忽然哇地大叫了一声 然后一股酸液喷出来 竟然连退了十类步 若不是陶柏 及时地拉住他 恐怕此刻已经掉下擂台 而那个老者竟然吻死不动 冷横了一声说道 要一些五家的底子 别敢在我面前消长 哼 那边陶柏的声音 羞涩已久 惠根 我来吧 说不定啊 能行 但在这一月 那个老者已经上前一步打好 我说这场比赛是平局 你们服事不服 哼 我是轻轻地低下了头 已经处在暴怒的边缘 而成心哥再次扶了扶眼镜 眯起了眼睛 至于我身后那高低起伏的呼吸声 也已经代表了大家的情绪 沉默了一秒 我抬起头来 深吸了一口气 望着会场的顶端 喃喃地说道 师父 对不起了啊 一般情况下 你不让我说脏话 但不一般的情况下 你就常常给我说 骂死他个狗日的 今天这情况可就不一般了 小声地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低头平视着那个老者 然后轻轻地开口 忽然大声地吼了 我扶你妈个锤子 我这话音刚落 全场是鸦雀无声 炎翼神星依旧兵了 那些老头是面面相觑 炎陈宁低下了头 张寒刚刚从地上爬起来 而郑明依依旧用杀人一般的目光看着我 只有那个老者 用不敢相信的目光看着我 用想要确定的语气 事态一般地问了一句 你 你说什么 这时候在我身边的程兴哥轻壳了一声 然后带着温暖优雅的笑容 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给您老翻译一次 这大概的意思啊 就是 我扶你个屁呀 中间扯上你妈妈 那是加强语气 用那个 那个字我就不解释了 雄性生物本能 最后呢 则是 您是乌龟儿子一般的傻瓜 懂了 那老头一听这话 脸一下子仗着通红 看台上 也不知道是谁先憋不住了 忽然笑了一声 接着 如同炸弹被点燃一般是 全场哄笑 还伴随着阵阵的欢呼声 所以我几乎是 不假考虑的怒吼了一声 住手 而那边惠根已经冲了过去 他心思纯净 比我还要善良 甚至是极恶如仇 显然容不得这样的事情 看着惠根的身影 我的心里 莫名的生腾起一种危机的感觉 总觉得惠根如果靠近了那个老者 就会遇到极大的危险 这种事情 是我不允许发声的 我大喊了一声 惠根 我还没想到你还活着 我的心头狂跳 还没有来得及回头 那边那个白发老者 已经一把丢下了手中那个中年人 一眼朝我瞪了 大吼了一声 真好 真正是好 我还没来得及找你拿命 你倒是呵斥起我来了 说话间他已经大步的朝我走了 这时 青烟已经散尽 我眼中映出了一个身影 身穿黄色汉服竟然是五爪龙袍 头上戴的头饰我不认识 但看那明晃晃的字眼 我估计啊 他顶了一斤黄金是在脑袋上 这个老人身材高大 面目有些丑陋 可是眉目之间 又自有一股威呀 和骇人的愤怒感 他留着全白的落腮胡须 根根从脸上张扬而出 他大踏步的朝我走来 我心里莫名其妙的 只有一个想法 这是张飞复活了 不是他变白了 还是当上皇上了 这种光棍打岔的本性啊 我估计我是这辈子也改不了了 却也莫名的缓解了我内心的压力 所谓债多不愁 我只是叹息了一声 又回过头来 接着我看见了一个 只有一面之缘的熟人 颜毅 他依旧是身着玄色唐装 和他并排而行的是几个陌生的老家伙 身后跟着颜尘宁 另外还有一些老家伙 这是入场式见过 他神色冰冷地走上泪坛 双手清晖之间 我的天地与布 四象之牢 所带给张寒的压力 就这样给破解掉 因为是强行的破解 自然是有所反噬 我忍不住猴头一甜 眼看着一口鲜血 就又要喷了出来 可到底不想在敌人面前软弱 终究是被我强行的给压下 吞咽了下来 但还是闷哼了一声 退了一步 天地与布 到底是被你这黄口小儿所踏下 可惜的是 就算是神兵力气 也要看使用者的力气 才能发挥出对应的威力 你功力尚且 勉强踏出雨步 索引之力确实有限 若是你那师父来踏 我恐怕也要费一番手脚 你这花架子也就算了 言义开口自然是对我冷愁热讽 看似承认 实则打压 而在这一时 我的身后响起了角度声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的伙伴们也已经冲上了擂台 站在了我的身后 而成心哥则是一步上前 扶了扶眼镜 带着春风般的笑容 说道 承议 是啊 你真的就使了个花架子出来 不过一个花架子 确实把某人给弄趴在地上了 这不是 算了算了 我都不想说了 这到底是正版了 那个白袍人也常常做春风笑 可惜正版一上来 就立刻被比了下去 面对着这样的场景 那老头全身开始颤抖起来 他先是微微的冷笑 接着就是争狂的大笑 随后一声吐口 你们全部都死定了 我怕你啊 既然已经嚣张了 我不在乎嚣张到底 那边承认稍续有些害怕 却被承轻歌轻轻地拉住了手 然后承认也跟着笑了起来 此刻是无关乎生死 关系的只是我们的情意 还有老李一脉的腰杆 是不是挺直的 面对我的挑衅 那老者并没有理我 而是怒目圆章地一直催促着 白老二 我说平局 平局 他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当场轰杀鱼 我觉得应该是有些虚的故事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个平局 我还没有想应该 但白老二是谁 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张寒已经站了起来 有些畏惧地就走到了 那个老头的面前 他望着老头没敢说话 却被老头扬起蒲扇般的大手 啪的一声就扇在了脸上 张寒当场扑的一下 就喷出一口鲜血 估计还带着牙齿的碎片 也落在了地上 可是张寒依旧不敢出手 倒是那老头催了一口 啪 怎么不争气的东西 张寒轻声说道 快一秒 我胜 快一秒他胜 说到底是运气 我听到这话冷笑了一声 这怎么可以那么无耻啊 表面看去他那句话没问题 事实上分流之数 存私中分神 强塌与步 能解释为运气 那老头听完张寒那种说法 脸色稍微舒缓一些 然后大吼道 听见没有 这就是运气 一两秒的事改变胜局 也就是赌谁运气更好 这场比赛比拼的是实力 不是运气 平局很公平 是不是啊 白老 一直沉默的炎翼也站出来说话 他冰冷依旧 可是不容置疑 我觉得 来世平局 炎翼的话 刚落音 一个身穿华丽道袍的胖老者走出来 像猪一般 先哼哼了两声 是啊 就是平局 此刻 萧承贤冷笑了一声 声音中明显带着仇恨 但就是如此 那白老 依旧没有现身 等到这些人都表演完毕 白袍人倒是慢慢走上擂台 依旧是带着笑容 双手拢在了袖中 老神在在的样子 一直走到我的身前才站定 莫非他是白老 我在心中猜测着 下一刻就已经得到了答案 哎呀呀呀呀呀 你们口口声声叫我 要个平局 我这压力很大呀 这世间能面对四大势力中 位高权重的人 同时施压 还敢说不的人 又有几个呢 他说完这话 对面的四个老者 神色稍微的舒缓了一些 但紧接着 白袍人却说道 我说过 他胜 我雪山一脉保他 你们估计是想着我雪山一脉 想收这个弟子的紧吧 所以忍着冒天下之大不为 也要保他 反而弄得你们难做 你们还不想和我们撕破脸皮吧 哎 所以 逼我给我给我个平局 好名正言顺的杀他不是 白袍人三言两语就点出了事情的关键 然后退了一步就站在我的身边 笑眯眯眯的看着那为首的四个老人 那黄袍老者的脸色 一下子就变得难看见 其他两个老者 神情平淡 也看不出喜乐 只有炎翼 拉了黄袍老者一把 站出来说道 这原本就是运气的问题 我说过这小子踏出的语步 也是花架子 你雪山一脉 稀采我可以理解 不然 我把我这不争气的子孙 送给雪山一脉吧 陈诚一 以灵觉出色 他也不虚色 只要你点头 我这子孙和我炎翼 和我所代表的势力 就完全无关了 从此生是你雪山一脉的人 死是你雪山一脉的鬼 他说话间就把严陈宁 拉到了前面 白袍人依旧笑着 看不出喜怒 而黄袍老者冷哼了一声 低骂了一句 老狐狸 炎翼不以为意 他继续说道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让步 那个陈诚一 早上了我们的死亡名单 而且是排名第一的 必死之人 你懂了吗 我靠 我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了 凭什么 凭什么我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必死之人 看我不顺眼 这个算不算理由 除了这个我真想不出别的理由来 这个必死逼得将一都不得不演了一场戏 这时候那个黄袍老头重重的一跺脚狠狠地说道 是的 必死 没保诞就是和四大势力撕破脸皮 这句话就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炸响在擂台上 接着他恶狠狠地说道 平均算不算 你雪山一脉已经很有面子了 我们给出了极大的让步 这弱势其他的势力 好了好了好了 白袍人终于摆了白手 打断了黄袍老儿的话 而在此刻我咽了一口唾沫 不由得紧张到了极限 因为我知道 接下来白袍人要说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死 如果他不守承诺 我也不会坐以待避 我会用尽秘术来拼命 不要趁乱保证我的伙伴们离开 至少他们没有上什么必死的名单 我的拳头微微地握着 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 而白袍人也终于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开始说话了 这四大势力 雪山一脉的确不能和你们硬拼 可这是只在外面的世界 但是在这里 特别是在这个会场 我可以说面对你们 我还有说不得资格 你可要考虑清楚了 那黄袍老者一直怒目圆整的眼睛 忽然就眯了起来 而炎翼的神情也更加的冰冷 至于另外两个老者也流露出不太友好的神色 可是白袍人依旧拢在袖中 忽然看向了看台 大声地说道 你们是不是很想虚他们呢 虚他们没脸没皮 输了不认 想虚就虚吧 我雪山一脉 保你们 这白袍人的话音刚落 看台上果然是虚声一片 那黄袍老者看了眼四周 忽然脸色就是一尘 擂台上 莫名就是狂风四溢 而在他身后 那几乎呈现出实质化的能量开始聚集 不只是他 包括研绎在内的三人 也都同时上前一步 不再压抑自己的气场 肆意地释放 我站在擂台上 难受得连呼吸都不顺着 而在我身后 几乎是桃柏一个人站在前面 用一种奇怪的力量 在为大家抵挡 哼 白袍人终于收起了那暖心的笑容 双手也从袖中拿了褶 他大声说道 我说在这会场 我就是有说不的权利 说话间 他忽然开始掐动手绝 那动作之快 连我的眼睛都跟不上节奏 只看见一片面残影 不到五秒钟 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会场中忽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咆哮之声 那威亚之声 竟然引起了我灵魂中傻虎的咆哮 带着一种尊重的意味 不仅是傻虎 从我的师兄妹们的表情来看 他们的妖魂也是有反应 我忍不住四处的寻找来源 但结果一下让我震惊了 那咆哮之声来源 是会场壁画山海经的神兽 而咆哮声不见不见 随着白袍人手绝掐动 越来越多各种咆哮从四壁中响起 那四个人的脸色越发的难看 而白袍人也停止了守绝贺道 你们说 我可有说不的权利 雪山一脉虽不出事 可你们想要碾压于我们 岂是那么容易 在这里 任谁来了 都是我们说了算 黄袍老者哼了一声 没再出声 反倒是炎夜上前一步 会场封印上古传说的妖魂 这个传说早已在修者上层圈子流传 没想到你们竟然为了这个小子 敢于这样暴露自己的底牌 甚至不惜动 值得 最多也就是在这里保住他 除非他不出去 否则 那白袍人冷横了 我说过就是在这里保住 出去之后 我雪山一脉无能为力 但请你记住 并不是只有你们的核心弟子是宝贝 那老李们 那陈成衣 一样是有长辈腾着的 什么 你听这一话 我忍不住眼眶一热 长辈 是师父还是师祖 而在这时 探台那边一个路口 忽然响起了一阵声 接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喊道 说得好 听完这个熟悉的声音 我吃惊地眨了眨眼 同时又担心起来 要知道这声音之所以听起来那么熟悉 是因为在前不久 我才和他分别 这声音 是葛全 我吃惊的是 他怎么来了 不是把情帖给了我了吗 而让我担心的是 这里各个老怪都不是好象律之类 这葛全大爷 不过是一个打探消息之类 来这里为我撑场不是很危险 但不管我吃惊也好 担心也罢 内心火热的感动 却是一丝不少 眼眶还是热热的 师父的朋友 当然就是我的长辈 不管他是强大也好 弱小也罢 这份关怀的意义 那都是不一样的 全场静光 此刻的目光 都落在那个入口之上 在话音刚落不久 却见一个穿着鼻挺的中山装的老人 从入口处走了进来 精神越发的显得绝数 这不是葛全又是谁 他脸上带着一种坚定的神奇 目光略显慈爱的看着 然后目光扫过我的伙伴们 忽然大声说道 长一 为了来给你撑腰 我可是穿了一套最贵 最有纪念意义的衣服来的啊 我一听就笑了 而看台上也传出了 嘻嘻啦啦的笑声 不用多说 只要他来了 就代表着我们老李一脉 不是不大 但事实并不是如此简单 在葛全出了以后 那个入口又陆陆续续走出来好一些人 我发现我一个都不认识 他们看我的目光却是火热火热的 这些人呢 大概有三十几个 好些人都上了年纪 就算只有低调的站在那 但从他们身上淡淡的气场来看 很多都是颇有功力的高手 我吃惊的看着这群人 但这并不算完 从那个入口处又出来好些人 一波 两波 这一共走出了五波人 在这其中 我还发现袁毅大哥的存在 他冲我眨了眨眼 又对着袁毅慈爱的一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愣住 而在我身边 不论是程清哥 程清哥 程真妹子 还是那程月丫头 都惊呼出一两个长辈的名字 最后入口处安静 出来的 却有一百多人 对于我们这一辈来说 大多都是陌生之人 却能感觉到这些人的力量 那个黄袍老准皱了皱眉头 不屑地哼了一声 哪来的一群乌合之中 而颜毅呢 却是不动声色 淡淡地说了一句 不管你们是谁 但凭你们一群人 和四大势力中的任何一个势力 都没有办法到 干了吧 徒增校围 这也叫长辈的庇护 至于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黄袍老者或颜毅说什么 只是看着擂台下的一群人 眼眶发 可是我们淡地 却不代表下面站着的一群人 淡地 面对黄袍老者和颜毅的话 葛全站了出来 冲着台下一群人抱了抱拳说道 联系大家的是我 所以今天就由小老儿我上去代表大家说几句 可好啊 葛全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而葛全也当仁不让地走到了擂台上 面对四大势力的高层 首先把我们这些小辈 拉到他的身后 然后对着四大势力高层 毫不畏惧地说道 我们的确是一群乌合之众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都是背离之众 彼此之间联系也不大 可到了今天 我们可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只因为我们都有了一个身份 是他们的长辈 自然是要避护他们 黄袍老者哼了一个 而那个身穿华丽道袍的胖道人 冷笑着 长辈 老李一脉名头不弱呀 你们好大的口气 就攀上别人的长辈了吗 这雪山一脉可是说了 保陈成衣 可没说要保你们 这群乌合之众 这雪山一脉强势上科人呐 那你们 哎呀 这算个什么东西 也能和我们四大势力叫板 赶紧散了吧散了吧 我正好有气无处发 不要再惹怒于我们 面对着华丽道袍胖道人的 一番威胁 我为葛权担心 忍不住喊了一声前辈 却不想葛权扬起一只手来拦住我 面对那胖道人 丝毫没有退缩地说他 我不知道大家 可我在乎的可不是成衣 是否是老李一败 这么强的 而是他是我的老朋友 有救命之恩于我的老朋友的徒弟 老朋友消失了 我自然要庇佑他们的后人 这就是资格 葛权的一番话是挚地有声 而我不由自主地从师父的朋友 想到了师父 这何尝不是他留给我们财产 这何尝又不是他在庇佑于我的 这让我原本就有些发热的眼泡 更加的酸酸 而台下站着的那些长辈 已经开始纷纷表态了 那长西是丽人的徒弟 我和丽人相交 却受丽人恩惠不知有多少 我保诚心当如保我自己的子孙 这徒儿谁敢动他 以后不惜损耗自己让我毕竭 所以成卿就是我儿子 老子岂有不护儿子的 这台下的长辈言语是不绝悦 而站在台上的我们老李一脉 早已经忍不住是泪流满面 此刻陶柏和陆山羡慕地看着他 而萧成前也是同样如此 只是眼中多了一丝 不为人察觉的哀伤 似要流泪的 却望着天花板强行的人 看着这些表态 各全面露微笑 对着那黄袍老者为首的四人说道 这长辈可是名正言顺 那华府胖道人一声冷笑 下一刻一个手绝出手 整个擂台忽而狂风四起 夹杂着无数的怨恶力行 我管你什么长辈 你们为那冤魂去 风起之时那胖道人咆哮了一声 面对着那胖道人突然出手 那以黄袍道人为首的三人 脸上对着我们那些长辈 流露出讥讽的人色 特别是那黄袍老者 一看见就昂首挺胸地说道 杀你们一群乌合之众 黄流老弟一人足矣 我能感觉到那阴风的力 连我的灵魂都有被冻僵的趋势 而其中的鬼嚎只是一听 让我也有了一种心惊胆颤的感觉 不由得就想到一种存在 千年厉鬼还是不断培养中的千年厉鬼 才会有如此的威势 我敢肯定 只要这胖道人一出手 我连魂首之力都没有 就会被阴风中暗藏的不知数量 使多少的千年厉鬼所吞噬 背着阴风 把灵魂给冻僵吹服而散 这些老头一出手 果然不是我们这些年轻一辈可匹敏的 我不担心我自己 可是我忍不住为葛全担心 我不认为他有多么大的战斗力 而看台上此刻也是议论纷纷 有见识之人不经惊呼道 出手了 那四大势力十六大巨头 黄柳的地狱之门打开了 可是曾经传说 他这小地狱门一打开 不死个百八世人是不会挂手的 听到这些议论 我更加的为葛全担心了 可是葛全脖子一硬 手朝身后一指 丝毫不畏惧的大声说道 黄柳老二 你倒是可以轻易地杀了我 你有本事也杀光这些 所有要庇护老李一脉的人 我看你是拎不清的 葛全的这番话 显然惹恼了那个叫黄柳的胖道人 他冷哼了一声 下一刻的表情却变得阴晴 只因为台下那些人 在瞬间也迸发出了冲天的气势 有十几个激动之人 已经冲上了擂台 黄柳老二 四大势力好大的风光 我这一脉 在这世间也算是名门正派 普通人中也有偌大的名头 你可是要杀我 黄柳老二 我虽然散人一个 可手下也有两手功夫 岂容你轻辱 一众长辈见此刻黄柳老二行凶 全都忍不住是义分填膺 见大家愤怒的气氛达到了顶点 葛全忍不住又上前一步说道 你以为我们真的是无核之中 请你看清楚 在场这些人有许多背后是什么事 就算没有的 多少也是有些名望的 就算我葛老二不争气 常年卖消息 可要说声帮忙 也能叫出十来个不怕事的 你们今天可真敢轻看于我们 好 我忍不住大喊了一声 这一刻我连脸上的泪水都来不及擦去 心中滚动的就只有两个字 师父 脑中反复浮现的就是只有一句话 这是来自于师父们的庇佑 他们走了 消失了 可是他们却又从来没有走远 在恍惚中 我仿佛看见在那看台的最高处 四个高大的身影助理 是我的师父和师叔们 我师父还是那样猥琐的表情 背个手不懈的嘲笑我 小屁板 又飙那狗尿 是我江丽纯的徒弟 别指望我来拉你 你哭个够 站起来再来找我 师父 其实你不拉我 可是一直以来 你比谁都担心我摔得疼吧 我不能能让你再担心我 我过来 你不露 我和你一剩我 就要摔得